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 女孩被装甲车拖醒 事后追着无数丧尸 最终上演逆袭的电影 是化危机六中章 话说在未来世界的某天 保护伞公司的一个科学家 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制作了T病毒 这个T病毒能治疗大多数疾病 但是却也有巨大的副作用 结果造成丧尸危机爆发 全世界99%的人类都被感染成丧尸 仅剩下保护伞公司的大佬 利用埋藏在地下的永固公 是苟延残喘 女主角保儿姐原本是保护伞公司的保安 因为治疗保儿姐感染病毒 但没有变成丧尸 反而变成了动作更迅猛 力量更强大的新型人类 在满是丧尸的世界上 保儿姐四处逃跑 寻找幸存者 这天保儿姐在探索废区的时候 遭到了身长十几米的飞行丧尸袭击 保儿姐试图开车逃走 结果车子却被飞行丧尸拦住 无奈之下 保儿姐只好启动汽车里的炸弹 然后飞快跳车 总算把飞行丧尸给炸成了碎片 干掉敌人后 保儿姐发现这里居然隐藏着保护伞公司的地下基地 异高人胆大的保儿姐 当即拿着手电进去寻找可能存在的幸存者 结果电脑突然启动了 保护伞公司的人工智能洪厚出现在保儿姐面前 洪厚告诉保儿姐 现在地球上就剩几千个活人了 身为人工智能的她都看不下去了 为了人类不至于灭绝 她将告诉保儿姐摧毁丧尸病毒的办法 那就是隐藏在幻雄市地下基地之中的特制解药 只要把这个解药释放出来 全球的丧尸都会瞬间领合犯 头后的线索让保儿姐重燃希望 她再次开车上路 准备拯救全世界 结果班道上去遭遇了保护伞公司老板的车队 保儿姐一不小心去做了老板背头哥的俘虏 背头哥给保儿姐的手上拴了绳子 然后就这样丢出了装甲车 而装甲车后面跟着无数准备责人而逝的丧尸 保儿姐无奈之下只能拼命往前奔跑 背头哥告诉保儿姐 她也是去幻雄市取育苗的 不过作为大反派 她的目的肯定不是拯救世界 毁灭世界比较符合她的使命 不过保儿姐并不这么认为 她趁背头哥不注意 利用绳子跳上了装甲车 然后凭借迅猛的伸手 弹掉了背头哥的好几名手下 还废掉了背头哥的一只手 为了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 最终保儿姐抢了一辆摩托车 领先一步只为幻雄市而去 此时的幻雄市已经被核弹和丧尸洗礼了数次 到处都是一片废墟 在这里保儿姐见到了几个幸存者 他们很快结成同盟 准备一起对付背头哥 到晚上的时候 背头哥带着手下 果然开着装甲车来到幻雄市 跟在他后面的还有无数丧尸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保儿姐利用汽油做了个火焰大阵 暂时拦住了丧尸围攻 他自己则利用绳子滑翔到了装甲车上面 用汽油点燃了装甲车 直接把背头哥烧成了灰烬 随后保儿姐遥控转甲车 原路返回 成功吸引走了剩余丧尸 然后带着剩下的幸存者 开始探索幻雄市的保护伞地下基地 在基地里红后再次现身 他告诉保儿姐 在他的这群伙伴当中 有背头哥的卧底 要保儿姐一定要小心 就这样保儿姐怀着忐忑的心情 带着混有卧底的同伴 从通风管潜入了地下基地 没想到通风管中机关重重 没走两步 他们就被机关分割在各个房间 保儿姐只好在基地里转悠寻找同伴 结果却遭遇了挂在天花板上的丧尸袭击 要说这群丧尸也是厉害 在天花板上挂了那么多年 见到保儿姐还能如此面积 保儿姐跟这群挂腊肠丧尸 进行了惊险的搏斗 好不容易才干掉这几个挂腊肠丧尸 就这样保儿姐继续在房间里乱转 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胡子哥 在胡子哥的帮助下 保儿姐找到了中控电脑 终于启动了机关 来到了基地最底部埋藏解药的地方 在这里又会合了另一个小伙伴红衣姐 不过让保儿姐没想到的是 贝头哥的本体一直隐藏在这里 外面那些兴风作浪的贝头哥 其实都是她的克隆体 随后贝头哥拿解药威胁保儿姐放下武器 为了拯救世界 保儿姐只好放下武器 随后贝头哥为保儿姐 介绍了保护桑公司的大股东 保儿婶 原来保儿姐就是用保儿婶的基因 克隆出来的复制人 保儿婶早就看贝头哥不爽了 这今年一直利用保儿姐跟贝头哥战斗 现在看到贝头哥试图毁灭世界 保儿婶实在看不下去 于是利用红后给保儿姐释放线索 把保儿姐引来就是为了彻底干掉贝头哥 保儿婶记出了自己的杀招 那就是红后 在红后的监控能力下 贝头哥的卧底胡子哥第一时间就被抓了出来 然后保儿婶就指挥红衣姐把他干掉 这个时候保儿婶告诉保儿婶 如果解药成功释放 那么所有感染丧失病毒的生物都会立即死亡 包括保儿婶 保儿姐却表示自己是个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为了全人类牺牲自己 可是自己最愿意做的事情 说完保儿姐就追了过去 试图夺回贝头哥手里的解药 为此保儿姐还展示了一把体操动作做激光陷阱 好不容易冲过激光陷阱 保儿姐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冷酷的现实 那就是自己似乎打不过贝头哥 没过几招 保儿姐就被贝头哥打得满地着牙 却在大反派贝头哥发表获胜感言的时候 保儿姐却突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原来在搏斗中 保儿姐拉下了贝头哥腰间手雷的隐形 直接把贝头哥的腰给扎伤了 保儿姐也趁机从众上的贝头哥手里夺过解药 他来到地面上 在无数丧尸面前摔碎了解药 瞬间成千上万的丧尸倒在地上 而保儿姐也因此倒地不起 不过在主角光环的庇佑下 解药只是杀死了保儿姐体内的丧尸病毒 把他变成了普通人 在昏迷几十分钟后 保儿姐再次被红衣姐叫醒 成为了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自此全球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生物科技发展一定不能违背基本的人性原则 不然一种生物病毒就可能造成世界末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